停車場自己政府來做就好啦 為什麼要給民間 政府比民間還有更有能力養地 指著眼前的停車場 市議員吳一正忍不住炮轟 陳菊擔任市長任內 好好一塊地被零散賣出 這個不用什麼學者專家啦 只要正常的 對土地有基本概念的人 你怎麼會好好一塊地 賭來賣呢 那就鑑蛋吧 市議員話不留其面 因為來看看這一大塊土地 有上千坪 右邊這邊有316坪被切開 先給捷運局要做TOD周邊開發 但捷運局不用賣給建設公司 去經營停車場 但另外一頭幼兒園的業者 在這邊乘租了30年 想要買市府卻說要保留完整性 所以不賣 但旁邊這一塊土地卻出租 給其他業者用來做機車停車場 邏輯上自小矛盾 是整塊都市政府的 你切一段去賣 也賣不到好價格 那你這邊的價格也下降了 你的價格不變 因為整塊你是可以國際招商的 幼兒園人去樓空 業者原本想擴大建設 做更好的規劃 但沒想到市府以保留地的 完整性為由不賣 新聞已冷離去 也讓這裡閒置多時 原本能有更好發展 卻變成荒涼一片 這是前市長在後面 我們跟他講的時候 後面因為財政不佳 就一直大量的一個賣出土地 那這個我們擋也擋不住 因為要全面執政 包括議會也都全面是他們的人 該賣的不賣 不該賣的企業哥去賣 高市府之前賣出的土地 多得嚇人 油民嘴爆料 陳群任內高市府過去四年賣地約13萬坪 面積相當於一個梵蒂岡 1.64個大安森林公園 52個足球場 陳群任內12年 總計償還了債務618億元 但狂賣土地卻還負債3000億 還會上任政策大轉彎 打算出租地上全 活化土地利用價值 與前朝不同調 怎麼做才能有效增加市庫收入 考驗新市府團隊 記者林正彦潘引文高雄報導 記者林正彦 記者林正彦 我們